早安 早安 這個房間的陽光真的太充足了 就是每天早上就會被陽光叫醒的感覺 我是覺得沒什麼 但我男朋友就是一個有光睡不著的人 所以他就感覺很煩惱 但我就覺得 超棒 都是灰色耶 灰色 喜歡這個 筋 顏色好好看 然後因為最近吃麵包有點膩 所以 之前被要燒買的這一個 今天來吃 但是這個豆沙包為什麼長得有點像肉包 用這個 電飯包上面的 小正姑娘 今天早上一大早了 現在就有人在除草 雖然我們住三樓 但是 生意還是聽得很清楚 然後就是大概八點左右 所以 有點困 昨晚是十二點多才睡的 這種 就是 不怎麼上班之後 就 變得很晚睡 就很不克制自己 有時候 十一點多了 還電開一部 劇 那今天呢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雖然家裡收拾差不多了 但是 想要量一下尺寸 看一下能不能買一些掛畫 什麼的 然後 再把 搬家的vlog 結了 嗯 就還有一些打掃的工作要做 這是我第一次用電飯包來蒸包 感覺 還是 有用的 很方便 很方便 Honey Time for breakfast Coffee 這是我的 這個台灣的豆沙包跟我們的有點不同 他們的非常 紫 像我們就是生銅色 而且他們就是很多紅豆碎 就是還可以看見我們的豆沙 基本上就是豆沙 吃起來也跟我們廣東的豆沙包有點不同 好 我換好衣服了 今天要去超市採購 今天是周四嘛 所以東西已經吃了一半了 所以現在要去超市 這兩天 這兩天在澳洲的情況有變好 嗯 就戴口罩出去 不再那麼容易被人 說了 就是 我之前是很怕的 現在好一點 我最近出去也是全程戴口罩 看到 看到戴口罩的人已經很多了 特別是像 購物中心的基本上都帶了 雖然說我們家這邊感覺 大家的意識還不強 但是就是CBD市中心的人們 全都重視起來了 就不只是我們華人 其他也是 買了50塊錢的東西 好重啊 到家了 就是 終於買到這個 嗯 沒有咖啡的 零度可樂 就是 我呢 是一個喝一丁點咖啡飲都不行 就是如果是下午四五點之後 基本上不能喝可樂喝茶什麼的 但是這個就拯救我 有時候晚餐想 啊 和可樂一起的話 就喝這個 caffeine free 就不會睡不著覺了 買了這個甜辣味的薯片 我真是一個非常迷甜辣味的人 就什麼 東西有甜辣口味 我都要試一下 一般都不會菜的 這是這一週的一個treat 這是這一週的一個treat 就是一次是去coast 一次是去woolies 這兩個超市我家附近都有 他們賣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價格也不太一樣 所以就 周一去一次 然後大概 周三周四去一次 他們會陪我去一次 所以那一次我們就會買稍微多一點 周中的這一次呢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去 就買一些 零食還有一些蔬菜 因為蔬菜吃的比較快 也不能放太久 所以周中去補充一次蔬菜 這是我目前最喜歡的 新家的一個小角落 屬於我的扶手椅 其實也不是屬於我的 但是因為男朋友在他自己的那個 學習的房間時間比較多 所以如果我想休息的話呢 就在這休息 幸福略後面的這一坨垃圾 我現在在看牆上的掛畫 但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多大的 看中了幾款 因為家裡的釘仔是比較多 所以用這個掛畫來遮一遮 而且也能讓這個白牆更有意思 中午吃什麼呢 披薩的話在今晚吃 然後中午就把冰箱裡面有的東西 都給消滅掉 在疫情的時期我發現 我能買得起的就只有青瓜跟西葫蘿 就是這種瓜類的保鮮器比較長 而且這樣比較便宜 但我個人是更喜歡吃西葫蘿多一點 因為總感覺西葫蘿它很能吸收湯汁 而且就是很入味 怎麼吃都好吃 跟什麼做都它的好吃 這個香腸呢 真的很喜歡吃 它是叫這個瓦肌 就是和牛的香腸 它裡面就是只有牛 沒有其他豬肉或者什麼 因為澳洲這邊的豬肉是很新的 所以我不喜歡 這個香腸真是太難切了 我每次切都會切成這個 不知道什麼樣子 所以我比較喜歡凍一下再切 就是冷凍了之後再切 好醜 我剛剛吃了好多薯片 現在太吃的下飯 已經快兩點了 還是不怎麼想吃飯 這個非常老的 它是要手動點 吃飯的時候就不喜歡做飯 直接吃麵吃 這個麵 其實我從來沒有吃過 是 男朋友在這邊去逛街 他就說很想試一下 所以我就買回來吃了 男朋友這兩天變身工作狂 他的飯都要在房間裡面吃了 好 要把食物就是剛剛買的這些肌肉什麼的 預處理一下 全完成了 這是我們這一個月第二載 現在是一堂飯 每次在打這一些 簡介什麼的都很頭痛 感覺自己的語言能力真的有待提高 我再把今天購物的帳都寄一下 我們現在去City看這個電視 又沒有趕上 一輪火車 結果還跑得半死 雖然很不想去看 但是電視這種東西還是不想網購 還是想要先看了再說 因為我們家放不下太大了 所以打算買一個40寸 其實這個都不知道放不放不下 先買了再說 我真的好不喜歡我們家那個架子 讓一切都變得很醜 而且讓買電視變得很麻煩 真是每天我都看不順眼 希望能夠放得下 我好餓喔 我們還沒有到家 還要走50分鐘 家裡這個 家裡這個 車站還是比較遠 但我們今晚就有電視看了 開心 我到家啦 別擔心我已經把手洗了 真的是快要把我餓死了 今晚呢 吃 披薩 是 今天早上在床室買的 這個 BBQ meat 吃了 好 那是真正的火 真的太酷了 我不知我們家的烤箱 那原来是这样子就是有过的 非常的复古 我们饭还迟到一半呢 男朋友就忍不住去把电视给开箱了 这个开箱的激动心情难以按捺 RBG is the lawyer no the judge actually we watched that movie before 我刚刚跟我妈打了电话 我不知道我妈又怎么了 给我催生孩子又催了一个小时 把我们的灯开开 超舒服超舒服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晚安